我參加計劃兩年 都教了NCS一定的經驗 發覺NCS的學生 其實很多時如果數學就表現文化 所以我們都想一些不同的方法 都希望可以幫助他們合作數學 我們學校就輸出e-learning 所以有些課題我們就引入了e-learning的元素 譬如我會示範的一個George Bar的科學 我相信教數學的老師都聽過George Bar 我們在一個地區面積的課題 就引入了George Bar這個項目 來幫助他們學得好一點 另外我們都覺得 跟學生一起好像玩遊戲一樣 他們在無意之間學到的數學是最深刻的 他們越玩得開心 動機就越強 對數學有興趣 自然就會學得好 我常常沒有補充 譬如你叫他們四幾眼貝 他們可能會很快一段短時間就會忘記了 引入了George Bar的位置 以前教面積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小學都是這樣教的 拿一些卡字剪 剪完之後就探究到公式 但是我們之前都試過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印象不夠深刻 所以我們又想想一下究竟在剪子之前 會不會引入到一些探究式的學習 又或者一些同齊的合作 而令到整件事的學習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加完善呢 而另外一個 我今年才做的計劃是關於NATS 即是有些小朋友在識別 NATS能不能夠截成一粒 一個正方體 而以往的教法就是叫同學畫出了不同的組合 然後透過他們接到一粒粒粒 從而去分辨是否是一個完美的粒粒 不過今年我們就和康熙那邊就要用一個類似模型 然後就讓他們穩定試玩 效果其實小朋友試過之後 會很容易識別到 我怎樣知道這個NAT 是可以接得到為一個局 簡單來說就是 盡量給學生多些機會 除了講 以前的課堂 我多時只是講 老師講 學生聽 聽完可能 就自己講出來 但我們發覺 真的有很多 下手做的空間 透過動作 這個記憶 令他更加深刻 在這個課題上的知識 希望 總之透過探究的認識 讓他們發掘到 原來可以這樣的方法 加強到他們的認知 記憶 他們都會好些 學生方面 譬如說 他們的動機 會比以前強了很多 他面對著這些課題 可能他們都想不到 怎樣可以幻想 變成一個局 但透過模式實作之後 他的腦部開始會有這個影像 其實他們 因為他們做過 內線 變成他們在空間思維上 他們會有一個感覺 我知道原來這樣切了 轉或扭去之後 會形成了一個新的形狀 在這方面他們的根基 而且都是加強了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之前的剪子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個人項目 即是一個個人項目 他們是沒有了 跟自己同輩溝通的元素 當加入了這個環節之後 他們很多時候 就將自己看到的東西 又或者他們想想想到的東西 就跟同學說 他們互相比較 談得多的時候 對他們的學習動機 以及令他們的記憶更深刻了 跟同學之間的 互相幫助的 高密解和諸如此類 都會比較好 大家會一起去探究 為何答案是這樣